好 接下来还要来关心的是俄罗斯的亲密盟邦白俄罗斯 在4号这一天突然是展开了大规模的演习 白俄罗斯国防部说 这是为了测试他们的作战准备 但由于现在正值俄乌战争期间 敏感时刻大规模演习依旧是引发各界的关注 好 引发各界的关注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北部接壤 这一回突然是在边境举行大型的军演 格外掀起话题 对此白俄罗斯的国防部说 这次演习的项目包括测试军方装备的战斗准备 但是强调演习并不会对包含乌克兰在内的邻国 或是整个欧洲社会造成任何的威胁 躲在亚速钢铁厂的100多位的平民 在两个月的避难生活之后 现在终于是成功撤退了 对此前海军舰长吕吕斯指出了 其实从照片当中可以看得出来 在底下堡垒的生活环境应该还算是不错 因为从照片里头看得出来撤出的平民 他们的身上都很干净 也没有被饿到的感觉 虽然现在粮食供给可能已经不够了 但是多出来的物资就可以留给冠冰 我们仔细看一下 就是亚速钢铁厂出来的这些老弱妇孺 其实我们从电视上看到的就是老弱妇孺 这些老弱妇孺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仔细看一下他的身上 其实他的身上是蛮干净的 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他在地下的堡垒里面 生活的环境其实是还不错的 那就诚如刚刚 他昨天有照片对不对 就80个 昨天他是有照片的 有影片 他也有影片 他其实有影片 但是那个影片我们 看起来没有被饿到 对 对 就是刚刚 对 确实这一点可恥到 干干净净的 对 干干净净的 因为好像也没有人说 谈到说他们身上干干净净的 对 因为其实这个是 之前我们在观察 问山大地震的时候 其实以军方的角度来看 就是来观察当初直接 因为解放军有非常多的部队 直接投入 他投入的时候 看看他身上的装备 然后还有配备 跟平常的 我们所看到的一般的官兵 是不是一样 其实不太一样 也就是他们有换装过 因为他要前往汶川 这是我们讲到说 以军人的角度来看 所以我觉得他身上干干净净的 然后小孩也都白白胖胖的 也没有就是刚刚亮哥讲的 他没有被饿到的感觉 对 来 球主角到这边 对我插个话 来 我找一张照片给大家看 这是我刚刚找到的 随便找 我们随便找 就随便找而已 来 这个是 下面的说明是 亚述钢填厂疏散平民 这是两天前的行文 来 大家看一下 看起来这个小女孩 身体健康应该还好 这个应该可能是妈妈或姐姐 这个应该是爸爸 或是 对 对 这应该是爸爸 看起来一家人 没有 那个蓝色的 这还是那是志工 那个是联合国的 联合国的人是不是 对 那是联合国的 所以这看起来 比较像是一对姐妹 所以是不是联合国 跟俄军都在线上 对 你看那个旁边那个 这个应该是家长 这可能是妈妈 那个在现在观众左手边 那个手背上面被绑白布条 那就是俄军 这就是俄军 对 俄军身上都是绑白布条 OK 所以俄军在这里 然后联合国的人在这里 所以就像亮哥刚刚说的 其实俄罗斯是坚持 要跟联合国的人一起检查的 完全没错 然后再看这对姐妹 这看起来应该是姐妹 这个不像妈妈 妈妈应该不会这么年轻 这应该是姐妹 是妈妈吗 妈妈她还有抱一个小孩 那个你现在没看到 可是她在公车上 有那张照片 这个是妈妈 对 所以看起来 在亚述钢铁厂里 这些平民的状况 好像还好 可能并没有很糟或怎么样 来 俄军 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刚刚亮哥讲到的是 以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 那我们另外 如果我们是从后勤的角度来看 我们也应该这样讲 说亚述钢铁厂的下面的补给 大概也已经差不多了 他现在可以出来100多人 也就是他有100多人的消耗 现在可以留给在下面的那些 亚述营的官兵 好 美国又联准快在凌晨公布 升起两码 当然这个幅度符合外界的预期 也带动美股上扬 道琼工业指数收盘的时候 暴涨了932.27点 标准普尔也大涨了将近三个百分点 至于NASDAQ 它的涨幅最大了 有高达3.19% 接下来我们还要来看到 尽管俄罗斯总统普丁 他下令不要强行攻入 位于马力波的亚述钢铁厂 但是俄军连日来猛烈炮轰钢铁厂 根据最新消息 现在俄军已经突破了防线进入场内 至于在里头死守的乌克兰军队 则是发布了影片对外表示 情况非常的艰难 不过他们会坚持下去 亚述钢铁厂上空冒出巨大的黑烟 这是俄军不断炮轰的结果 虽然俄罗斯总统普丁之前下令 不需要强行攻坚 但是根据最新的消息 俄军以重炮以及坦克猛攻 双方展开了激战 俄军已经进入场内 目前还有上千名乌克兰的军队 以及数百名平民在钢铁厂的内部 在场区内的乌军指挥官 将一段影片放在网上 强调虽然状况艰难 但是会坚守到底 而在乌东盾内刺客 亲恶分子占领的区域 一处雏油库失火 被认为遭到乌军的攻击 这处油料厂有四座大型的 雏油潮 其中部分爆炸 现场火势凶猛 而距离俄罗斯打败纳粹德国 5月9号胜利日是越来越近 在莫斯科的街头 可以看到为了大游行举办的排演 普丁之前将这一天设定为对乌克兰的战胜日 但是眼看战事焦灼 西方认为普丁有可能在当天宣布 向乌克兰开战 然后扩大军事行动 但是遭到俄方的否认 表示是一派胡言 记者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来关心的其他的新闻焦点 就是乌克兰南部的城市马力坡 遭到俄军炮红夺使 躲在亚素钢铁厂内的 100多位的平民在近期 终于是成功撤退了 针对这件事情 前立委郭正亮说 这件事不是俄罗斯 而是钢铁厂内的乌军 不想让平民走 因为平民一撤出就没有人质 很可能就是要认输了 如果乌克兰政府 没有跟亚素钢铁的军人说 让他们走吧 也不会发生这件事 俄罗斯如果不同意的话 这件事也不会发生 俄罗斯是外面的安全便道 他愿意让平民出来 我讲的是里面的军人 愿意让平民走 我懂你的意思 俄罗斯从来没有不想让平民走 一直都是里面的乌克兰 我懂你的意思 所以关键是乌克兰这一边 因为他如果让平民走 可能就是要认输了 因为接下来就会打了 没有人质了 是啊 所以对乌克兰是不利的 所以乌克兰他同意让平民走 我就 我的第一个直觉的感觉 就是他认输了 对 认输的原因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断粮 就接下来可能会有人饿死 他们可能就考虑说 搞到这样子 可能他对国际也不能交代 确实 他们我估计他们应该是跟 乌克兰中央有在联系 所以乌克兰中央了解这个状况 就是说让他们走吧 等于是要 也不要说放 对 差不多也就是放弃 马尼乌波尔 因为亚述营的人走不掉 他会验身 对 他们外面都有那个 事上提名也是要验身的 他就查你们刺青 你像不像军人 看你的手就知道了 对 常摸枪 扣板机 手上都会有那个 很容易查出来 对 很容易 对 所以我觉得他们也大概也知道 就是这样 亮哥这个我们没有人想到 其实 真的 因为我看大部分人在讲 我看大部分媒体的这个分析 都是说好像普丁让步 这个不算让步 因为普丁可以 普丁事实上我跟你讲 是联合国秘书长去 你记不记得 那个时候就跟普丁讲说 我们联合国帮你监看 让那些人走掉 普丁拒绝 普丁说我们俄军跟联合国 一起检查 所以他没有让步 就是我们俄军还是要在外面看 所以这个不算让步 如果说俄军不在安全变道做验声 那就是 只让联合国的人员做验声 那就是让步 事实上他没有同意 所以现在看起来反而是 是乌克兰认的 乌克兰 对 他认为那些人可能会因为这样饿死 对社会不能交代 美国国务院在台湾时间今天5号凌晨 已经宣布了国务卿布林肯 他的PCR检测是阳性 由于他已经完整接种三剂疫苗 所以目前症状比较轻微 布林肯原本预定在今天 会就美国对中政策发表重大谈话 不过现在已经确定延后举办了 国务院在新闻稿中提到了 布林肯会遵循疾管中心的准则居家隔离 同时透过远距工作 至于他已经连续好多天都没有跟美国总统拜登见面 因此拜登不符合CDC的密切接触者的定义 好 现在疫情持续紧绷 推荐给大家可以使用我们 旺旺水神的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如果您的空间比较大 大略有8平的话 那么可以选择这一组 好 如果你会说你的空间比较小 推荐给大家另外一组 80ml容量的雾化器 在哪里购买呢 就是到我们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能够买得到 如果我们能够买得到 我们快点购买的 但是我们慢慢的 好